人性真的會讓你覺得 不能考驗人性 可能腿上所有的感激 然後背後卻是做一些 很莫名其妙的事情 就是這樣 一合一合一合 他電話來就開始啼啼啪啪 說那邊的公司這邊什麼 怎麼有的錢 我算錯交通費什麼什麼 多少錢什麼的 我就跟他說 多少錢 兩千多錢 這個大爆炸 我就直接髒話連飆 TVBS娛樂頭條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考驗 簽過其實有簽四五個以上有 合約一到嘛 對啊然後 一方面是自己心裡覺得累了 一方面覺得 大過得好就好了 我覺得 和不和平是一回事 我自己心裡 別人可能覺得很和平 可是 我也覺得和平 可是有時候你回頭看一些事情 你會覺得 人性真的會讓你覺得 嗯 不能考驗人性 可能嘴上所有的感激 然後背後就是做一些很 莫名其妙的事情 你就覺得 哇 難得理他 因為我覺得人都是這樣 當你沒有跟他很熟的時候 他對你是 這個 很景仰 對 但當你跟他付出真心以後 他知道你的弱點 或者是知道你的人格之後 就會開始無止境的奢求著 所求著 當他覺得把你都用完了 吃乾媽淨以後 就把你丟一旁 然後還把自己當一回事了 有一次 這個誰我就 我不會去說啦 對 合約要到的時候 就要跟公司談 不跟公司談的 然後就拿竅 我們大概 我那時候錢是 八二 他佔八 公司佔二 那兩年 等於你在他身上 花了大概兩年的 這個金額 大概就快要兩百萬 但他會 因為人性就是這樣 你可能只 抽他兩成 他也會覺得 你抽很多 而且你是從他沒有 到有 從他沒有知名度 到有 有一次是 過年那個我真的很氣 就有一個人 就在網路上 說他是一個 很飲水思源的人 然後他要謝謝我 因為有我 才有現在的他 然後 那個年 他一通電話 都沒打給我過 一句恭喜 新年快樂 都沒有 然後你在網路上發這個 那我就會覺得 哇塞 有辦法 噁心成這樣 我會超氣的 我就說 你要蹭也不是這樣蹭 或是你要樹立自己 多好 也不是用這種方式 你怎麼會是這樣 喝一喝 他電話來 就開始滴滴啪啪說 那什麼公司 這邊什麼 怎麼有錢 怎麼算錯 交通費什麼什麼 多少錢 我就跟他說 多少錢 兩千多 兩千多 這個大爆炸 我就直接 彰化連錶 受不了 兩千多 我花在你身上 都不只這些錢了 不過就兩千多塊 然後我正在忙 我已經 每天都沒什麼睡的 鑰匙不活的 我都在外面跟人家 搜集 然後再 就是在找 找業務人 然後你不但沒有幫到我 你還是在後面做 這種小事 你就好好的對 然後人家會來跟我講 就兩千多 然後你打來跟我批配 噢 到底是幹嘛